那么关于这个中间件的话 你一定要对照我们这个图来理解 这个图其实我们说它是中间件的一个过程 其实它就是你请求到达将沟框架的这一整个流程 那么这个流程是在你之后面试里面可能会被问到的 如果问到的话 那么如果你手边有笔的话 你最好拿个笔给它画一画 你比如说这个过程请求过来之后 首先干嘛 你可以给它画一下这个过程 那么对照这个图你就可以知道 中间件就是将够给我们预留的函数接口 我们可以通过去自己去定义这些函数 干预它请求还有应答的一个过程 那么怎么去使用的话 你要知道 首先你要新建一个文件 在这个文件里面去定义一个类 这个类我们把它叫做中间件类 在中间件类里面去定义将够给我们预留好的这些函数 那么这些函数呢你没有必要全部定义啊 你用到哪一个你就要定义哪一个 你比如说我们一开始举这个例子啊 我禁止某些IP呢 访问我的网站 我就可以直接定义这个Processor View Processor View 我只需要这一个 其他的就不需要定义 你就不定义啊 这里面呢就是它预留的这几个中间函数 那么这几个中间件函数呢 我们说它的名字啊 还有它的参数呢 都是固定的啊 都是固定的啊 好你定义完一个中间件类之后呢 你要想让江贡呢 能够调用你中间件类里面的函数 你需要呢 把你的中间件类呢 进行一个注册啊 进行一个注册 OK 那么下面的这个图呢 就是我们它执行的一个过程啊 执行过程 这部分呢是我们中间件 给大家看